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无需费用库存和投资 一大多国外电商卖家正在靠Mertribe Amazon制服鱼 煮一杯咖啡,打开重金属音乐 连续8个月的夜晚 Luan Zubia都是这样设计T恤的周一 她进行研究,在网上搜寻有趣的标语 就像圣诞老人文的那样 We're my whole set 周二和周三 她在Adobe Illustrator上进行设计 周四,她将作品存成正确的图像格式 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远比想象的长 周五和周六 他们将设计上传到亚马逊 并洗澡这些T恤人卖出去 在这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 灵感,设计,上传 灵感,设计,上传 这位32岁的年轻人 回想起自己两三年前的生活时 如是说 那时的我在拼尽全力设计 就这样度过了夜晚 直至深夜的时间 但这一复出最终得到了回报 Luan Zubia集成了2800个设计类 标语类和印花插谱类项目 客户可以自主选择购买印有这些图案的 积蓄和茂山 阶级的扑飞名长为Guan Zubia 创造了12万美元的收益 让他搬出父母的居所 并购买了自己的房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若干年前的设计 仍然持续每个月 为他带来约3000美元的收入 Guan Zubia 是许多利用所谓的被动收入的普通美国民众中的意愿 即通过某一时期的工作投入 创造长期的收入流 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暗序打入 这种被动收入的方法 与租赁地产或股票投资不同 成本非常低 那家不必担心存储库存或者做食物 亚马逊旗下的T-Spring RedBubble和Merch by Amazon等 此类公司 在过去10年中如以后春笋般有限 对被动收入行业提供动力 他们的唯一职能是处理运刷和运输的物流 同时为像Guan Zubia这样的人支付设计百税 这样的方式很容易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假设有人在度假时拍摄了一张风景照片 一张巴黎协和喷群的库库照片 或者是在网湖岛威美亚湾海岸拍的海浪 都可以将其上传到这些网站上 目前可被用于运刷的物品已经囊括杯子 贴纸、手提袋、墙壁挂毯 以及其他任何需要复刻图片的物品 但创造出丰富的设计并不如想象简单 事实证明 设计那些如Praying with my therapy I am holding a beer So yeah, I am pretty busy 在搜索结果中频繁出现的标语 T恤竞争十分激烈 尽管Duan Zubia曾觉得自己不会通货 在互联网上销售T恤来赚取数千美元 但他最后能这样做了 通货在evee上销售定制动作完我为生 Duan Zubia体面地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顺利获得平面设计学位 并且担任了营销协调员 而在学生贷款债务的压力下 Duan Zubia选择转投电商行业 这时他把目光转向了亚马逊旗下的Merch by Amazon 他说道 我的目标是亚马逊上所有的成千上万的消费者 虽然这听起来好像难以置信 曾经连续的三个月 Duan Zubia赚不到任何钱 在第四个月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他终于得到了107美元的订单 那是扑获性时刻 他直言当时心里相信自己的事业 有了起色并迎来重要的观点 Duan Zubia放弃了自己的营销工作 在YouTube上开设了一个 名为Hustler Hat的频道 他说被动收入意味着 他不必拥有店面或处理客户的抱怨邮件 而是可以专注于商业领域的创意 这也使他能够展示他的层面设计机枪 而他最终于新工作的一点 是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表 走进按需打印的世界不可否认 Duan Zubia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成功案例 但显然正有越来越多的人 有入被动收入世界 被动收入究竟是什么 是群众是不快速致富的懒人方式 或针对少数人的复杂商业模式 正确答案是两者的结合 KLC Woods是另一个被动收入故事的主人公 自2014年以来 KLC Woods已售出超过800件衬衫 并在Teaspring继续众筹网站 赚了4000多美元 这笔钱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 但是当这位来自塔尔萨的卖家 在一年前成为一名妈妈时 他减少了他上传到他个人资料中的插图数量 他的Listing其中包括一系列卡通动物 与鼓舞堂式综合症患者的设计 仍然保持在线销售 不需要完善个人资料 也不需要进行Facebook和Instagram营销 23岁的他仍然可以每个月赚些小钱 Oz并不在乎赚到多少钱 因为这基本上是自由现金流 被动收入从某种程度对他而言 意味着忙碌和奔波 总而言之 想要挣的越多 难度就越大 而事实上 许多线上创业者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如此 每个人在Facebook上 都有一两个像Lolary和Beachbody 致力于网络推广的朋友 此外Instagram上也充斥着各类品牌的简库 SpawnCon付费赞助内容 还有很多需要付钱让人们做调查的应用程序 可见 互联网世界的生存困难 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现象 按需打印或简称Merch 都蓬勃发展 花了大约20年 自诩为定制化产品潮流 在线礼品店Cafe Grace 于1999年首次推出产品 随后Zezo在2005年推出 Red Double则在2006年推出 中文字幕为咀嚨 感谢观看